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裡面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輻射監測中心 因為原人會按照法律的規定 一旦有核子事故發生的話 法定上所謂的核子事故發生的時候 它就要兩個任務 一個就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另外一個就是要成立的輻射監測中心 所以我想對原人會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因為所有的事情 如果沒有輻射監測中心提供必要的資訊的話 那個行政組 其他的組 大概就跟沒頭昌影一樣 因為沒有資訊 你不知道確切的訊息 你很難來處理 所以我想輻射監測中心 正常的運作 或有效的運作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如果說我們海陸 空 三方面 都來收集必要的資訊 這樣的演練能夠順暢的話 如果一旦有發生 當然我們不希望發生 如果一旦有發生的話 其實這是一切事情 或做決策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謝謝大家 謝謝